大家好,母狸正经,大家好 片缩街3月16日,大家好 好久没做母狸正经,应该这个星期会恢复 一个星期应该做两节母狸正经,大家好 这次跟大家说什么呢?可能追回说Yumi 我觉得母狸正是颇为力捧Yumi的 就是这个博爱欢乐传闻家 我经常说疫情爆发就是博爱欢乐传闻家 真的那个博爱欢乐传闻家真的有Yumi 还有汪明荃的合唱 这个来说,我觉得母狸正是颇为重视她 因为我看到四小花只有她一个博爱欢乐传闻家 所以她的宣传力度在她的重心里 我觉得也挺好的 Yumi,就是母狸狠捧Yumi 另外,除了Yumi之外 八八卦卦卦说了一宗旧的材料 其实一个星期前就爆发了 就是台湾的 著名的女明星 叫做徐希门 就闪电结婚 这件事 这件事我觉得真的很无聊 不过 在香港这么闷的情况之下 拿来说一下也好 OK 除了说博夫和博爱欢乐传闻家 或者说星梦Julia 都和你们提两句 我们先进正题 也请大家订阅 何志光有收必记的频道 分享、留言、赞好 有点开订阅 请你们在每一天的 十二点钟 晚上看下什么视频 OK 那我们就进正题 首先第一件事 一如既往 我们很沉沉地 叫大家跑数 即是 还有两万多 预见 盐明熙和Cantel 这首歌 就会上一百万 大家一起努力吧 可能第21首 《星夢一》的比賽片段 《星夢一》 將會上完100萬之後 我想未來一個多月的時間 都不會再有歌唱100萬 我猜整個《星夢一》 最多都是 22、23首歌唱100萬 但應該很久之後 第22首和23首 大家趁這段時間 就在《星夢一》 然後我就未必會再 這麼煩的 有空無事叫大家 先說清楚 其實 可以說《星夢一》 的確 我現在想起 都是一個比較強勁的組合 有四個小妹妹 我覺得是很強勁的 就算是《Windy》我也是 比較喜歡的 但是其實《Windy》 這麼久來講 都沒有個人單曲 但是看來無線的 也不排除將來會繼續捧她 因為她現在也是 《Windy》剛剛就16歲了 她3月2日生日 我都沒有什麼報道她生日的 因為生日 真的是老鳳的 她和阿斯卡 生日的話 阿斯卡比較多些 即是Windy有登山 阿斯卡有一個巨型的 在尖沙咀的廣告 但現在不上街都沒有什麼看 但是很明顯 無線都頗重視阿斯卡的 那我就會看回 譬如博愛歡樂全晚家來講 阿斯卡跟Aaron 就會有個合唱 另外就會加上 泳兒導師和Sherman 四個人有個合唱 那個合唱 其實老實實說 那首普通話歌 阿斯卡唱得真的挺難聽的 四人合唱 真的沒得說 即是 可能無線選擇 那首歌真的不適合 Aaron Sherman 我就算了 我見Sherman都出來了 那就恭喜她 應該就是隔離完成了 恭喜她 希望身體小心 除了 博愛歡樂全晚家 當然可以繼續說 其實 整個擺位 她和汪家姐 做主打 其實我覺得挺好看的 當然我不是很喜歡汪家姐 因為事實上太老 跳舞實在不好看 但是如果你說 我又不會播片段 但是她看的時候 Vindy和一眾的男藝人 包括她 我很多都是Dancer出身 劉展婷 就染紅頭髮 很搶鏡 我不拍 但是紅色頭髮也是她 其實都 基本上 我唱完Breaking My Heart之後 就加汪家姐去 跳迷人Paint Lady 當然汪家姐 不知道為什麼 我很討厭她 我覺得不好聽 我記得我小時候 90年代的時候 看汪家姐和幾十個晚男 一起唱 《迷人Paint Lady》的時候 我還是不太喜歡 不過可安時 汪家姐年輕一點 這一點 汪家姐和Yumi 雖然整個片段來說 有汪眼姐 我就不太想看 但是因為Yumi在這裡 我就會覺得 很值得看 就是這樣 沒辦法 如果整首歌 要扣分 我應該扣在汪家姐那裡 如果是全首歌 這麼多的男生 還是只有Yumi 一個唱《迷人Paint Lady》呢 汪家姐呢 就是 一開頭介紹一下 就算了 我做評判 比分 汪家姐不用唱 我覺得比較好一點 不過 你也知道汪家姐 在無線的份量 事實上是強勁的 其實整個《博愛歡樂傳聞家》 我覺得整體 音樂來說 都比較集中一點 譬如說JW 或者是 其他歌手 都會唱歌唱多一點 譬如說 關心賢 關心賢已經是20周年了 她做那個 她今年是20周年 想開演唱會 不過呢 現在疫情搞到這樣 都不知道能不能開 就是 林鄭做到6月30日 疫情一定是6月30日 對不對 習近平也應該不用來香港了 但是我知道 今年回歸25周年 無線預備用 聲聲不息 一個專唱廣樂的節目 和湖南衛視合作 應該是在香港回歸 25周年 可能7月 或者7月左右 會推出出來的 我想 因為 大陸人會 故意搞一個比賽 給不同的藝人 專唱 香港出來的音樂 或者歌 這個是特別為香港回歸25周年去做 聽聞有嚴明熙的 我很期待 7月的時候 這個節目 推出來可以 到時候 林鄭已經走了 整個氣氛都會好些 真的 無緣無故說了這件事 另外 徐希門 徐希門可能是一個比較 出名的女藝人 在台灣來講 她1976年出生 她的妹妹叫做小S 因為她姓徐 是台灣的熱音 所以是S 應該是大S和小S 意思是大徐與小徐 她的妹妹 1978年出生 她1976年出生 無論如何 徐希門現在45歲 去年離婚 現在 她說很多年沒有見的 一個韓國的 男人男明星 這個男人男明星 真的是頗為 老餅的 那就是說 其實就是 發老公脾氣了 她老公好像說 頗為有錢的 老公好像就開始 認識到女人 她就 找個男人 去嫁去示威 所以 我有時候都覺得 為什麼 一個明星 都四十幾歲 還可以當婚姻 好像玩一樣 我覺得很奇怪 真的 沒有的 四十五歲 玩閃婚 我覺得 一些低能的人才做 可能台灣的疫情 沒有那麼厲害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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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玩一些低能的東西 沒有什麼所謂 都拿來講 拿來笑 不過呢 我覺得 台灣都有這樣的 閒情日誌 玩一些這樣的東西 但是香港 哎 真是混賤 有林鄭真是混賤 不說那麼多 這個節目 就不是罵人罵那麼多 不過呢 香港真的沒有那麼多事情發生 因為整個娛樂圈停頓了 老老實說一句 就是知道 就是無線 他的劇組 開回 因為事實上 那個形勢是 再不拍的話 真的 那些東西全部 全都封閉了 但是知道 就是 接下來 家族榮耀完了之後 接近那一套 就做大陸劇 就是無線 可能 因為疫情 搞了這兩三個月 可能劇組 在二月三月都停了的時候 可能將一些東西都計算 一些 就是可能 拿一套大陸劇來 放在黃金時間 就是無線 近年多都沒有做 年多兩年沒有發生的事情 現在竟然發生 我記得好像 2020年當時有慶如年 就是可以在黃金時間 去放一些大陸劇 但是 過去整年 曾志偉主政是沒有做過的 現在很明顯就是 疫情的催逼之下 無線在黃金時間 放在大陸劇 都是一個代表著 疫情令到香港真的可以比較 唉 真是雞毛鴨血 那說一下聲夢Jr 聲夢Jr來說 現在就會添蝕 原本說三集 改成四集 一如我所料 整個跳唱組 六個女生都出來了 但是 在第二集那裡 就沒有說 這十八個人裡面 哪 十個出線 剩下四個 是誰會進入最後十強 最後十強 就是說 這十八個人裡面會出十個 這十個裡面 每個人都會唱 大半首歌 估計 或者是全首歌 在第三、第四集 會看他們的比賽片段 就是這樣 究竟 最後十強裡面 最後四個職位 有什麼人能出線呢 如果要看 知道鄧曉欣 我覺得這個維基條目 都是無線的人 去塞資料進去 我估計 如果這樣擺放 都是有 有一個導向性的了 應該 我見到的片段 鄧曉欣會 入到的 鄧曉欣呢 就是 足聲妹啦 那些中文差 不過說唱歌厲害的 然後呢 估計 我猜 這個K K年 這個楊炳儀 都應該入到 因為呢 擺法來講 一頭一尾 都是容易見到的 應該是可以入到的 這樣呢 這一組 應該找一個男子進去 看來 應該是這個 Batman Bitman 不懂得讀的 叫做 張樂文 這個應該可以入到的 因為十強 如果一個男子都沒有 就很肉酸 但是估計 都是做炮灰的了 其他這一組 其他五個男子 應該全部做炮灰 估計 不知道黃可琳 還是Rince 就會是最後一個十強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其實呢 星夢 Jr呢 其實都是比較 怎樣說 對 在這個流程中 贏的那四個人 入到星夢二 絕對是有好處的 因為觀眾 對他們 會比較有印象 因為這裡 全部都是天才兒童 來的 我估計 都是入到的 多數是四個女孩 但是哪四個 現在十乘十 劉子君 就有了 劉子君 其他最後 入不入到的 我估計 梁善芝 其實呢 Crystal呢 都應該是 入到呢 最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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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強的 那 就是 給你們一張照片 看看吧 那 我估計呢 Crystal和Asta 一定能入到的 這兩個 其他這四個 誰入了 我估不到 這個呢 比較小一點 12歲而已 另外這三個 應該有一個 應該能入到的 誰入到的 我不知道 那 OK 這樣猜吧 不說那麼多了 本來想說飛虎的 不過飛虎的劇情 我覺得是好看的 不過 大家都看啦 沒什麼評 因為不斷打 還有 去那些 查身化武器的來源 我覺得都OK的 遲些再評了 飛虎 先說那麼多